习近平首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推进妇联改革,不断健全妇女权益保障法治体系,持续优化妇女发展环境,推动妇女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过去五年,各级妇联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履行、引领、服务、联系职责。 动员组织广大妇女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抗击新冠疫情、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主战场上奋勇拼搏。 创新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用心用情做好维权关爱服务。 党中央对妇联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强调,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与党同心同行。 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使中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习近平指出,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儿童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各级妇联组织要积极主动作为,着力推动解决影响和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突出问题。 习近平强调,妇联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要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继续深化妇联组织改革,强弱项、打基础、增活力。 全面加强妇联党的各项建设,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基层妇女所思所叛和妇女工作所及所需。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要坚持党管妇女工作原则,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加强对妇联工作的领导,及时研究解决妇联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新一届领导班子汇报了中国妇女十三大的有关情况和下一步工作考虑。 全国妇联副主席黄晓威、蒙曼、王亚平做了发言。 石太峰、李干杰、李淑磊、陈文青、刘金国参加谈话。 石太 symbols。 石太杰、李妇宗友静力工作室。 石太只是拼ftذا其他人经营,深入谈话。